妳實在是 不然妳 這段經文應該很熟吧 讀過的舉手 讀過這個了 沒有讀過的舉手 沒有讀過 沒有讀過比較少數 昨天是讀過的非常少數 這個沒讀過的是一大半 既然讀过 那我就要用读过的人 听得懂的人 去多数 我相信很多人讲这段经文 大部分是从怎么样听到 就是有这种状态 有洒在路边的 洒在前途之后 有洒在荆棘里 有洒在豪土 那为什么要这样洒呢 今天我们既然是讲神话语的事奉 我的重点就放在事奉 这个农夫到底会不会撒 农夫他会不会撒走 那他为什么乱撒 三四分之一 有结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为什么 因为啊 这到底有几块地啊 总共有几块地 一块 四块 有四块地 所以这块地都是 都是经济地 这块地都是石头地 这块地都是豪土 这块地是路牌 是不是 是这样的举手 有四块地 不是嘛 那有一块地的举手 有一块地 有三块地的举手 到底有几块地 其实是一块地嘛 一个农夫一块地 在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的撒走嘛 因为以色列也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很多的 大概是荒野 你知道吗 而且是 但是 祂其实有很多1个 豪土 刑 因为地不是平的 所以地有凹凹凸凸 但是經過這個土染覆蓋在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土有多深有多淺 當然那是當時候你想想 它為什麼不整地啊 對不對 它把地整一整一隻 然後用摘中的 明明就是撈飛鳥會直接用摘下去就好了 就一顆一顆摘中摘中摘中 然後把它附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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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鳥也是不到啊 對不對 同聰明 這個叫陰菜施教 如果是這樣 可是如果很多的人的時候呢 因為當時是很多的人 所以很多的人的時候 耶穌就用比喻 告訴他們 這個比喻是要教導他們 要怎樣提 要告訴他們說 有這幾種 這塊地有四種狀態 好 所以有落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荊棘不是他去撒在荊棘裡 而是和他一起 和荊棘可能那時候也很想碰到 就和荊棘一同伸張 就擠住了 所以這裡面講到聽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四個 但目的是要讓他們能夠懂 我不知道你現在裡面 所能夠接收的是哪一種狀態 有些人是準備睡覺的狀態 那就是飛鳥的狀態 那就是飛鳥的狀態 飛鳥 牧師一講到講 最近摸彎個風 然後飛鳥就馬拉斯走了 沒有聽進去 有人是前途 好好我要出去聽 然後聽到了 覺得很棒 可是呢 回去以後馬上就忘記了 禮拜天聚會很火熱 然後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就淡了 就不見了 到禮拜天來再火熱一下 然後再來 一、二、三、四、五、六 就淡掉了 有些人是這樣 這叫做第二種前途 只能當民營非常有用 他的價值勝過千萬的精靈 可是很多人都在這兩種狀態裡面 第三種是他真的職守了 他吃進去了 他栽種進去了 他成長了 可是當遇到大試煉來臨 遇到患難來臨 遇到不可抗議的這種問題來臨 他不知道他怎麼發生 他 他 緊住了 醒不出來 只有第四種狀態 可能這種狀態是你特別去注意的 心裡面的那一塊 我最喜歡的是音樂這個部分 所以在音樂的部分的相關精穩 他都抓牢牢的 我特別喜歡的是賺錢這個部分 所以關於怎麼樣的資產的能力 是在神的手中 就特別聽得很棒 所以就長出來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殺狗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地有多淺多生 他就這樣殺殺殺 然後看到這裡長出來了 他就先把他回起來 後來這裡長出來了 他就把他特別照顧 那有些被吃掉就吃掉 所以就是不同的 雖然一塊地 可是不一定每個地方長出來都一樣 同樣我每一個人的心思意念裡頭 有選擇性的 有些人說我最喜歡新約 我不喜歡舊約 有些人說我最喜歡新約裡面的四福音 有些人說我喜歡保羅書信 所以每一個人他的土層也不一樣 聽到的也長出來的 發展出來的也不一樣 可是呢神的倒是給所有的人 所以他必須在啟示的時候是一次交付 可是呢逐漸的顯明 在整個的歷史當中常常是這樣 在旧約的時候規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送隔離 包括外面的這些外主在家裡面 在這裡做奴婦的也要信隔離 可是到信約的時候呢 不是喔 只有猶太人要送隔離 其他呢保羅是說外面的人不用送隔離 到現在這個時候 當然你的隔離是指身體上的隔離 到現今是怎樣 要不要送身體上的隔離 有沒有人覺得要送身體上的隔離 沒有 可是要送什麼隔離 心裡的隔離 所以這個啟示下來 從舊約那個時候 如果告訴他心裡的隔離 你聽不懂 新約有新約的人的背景 場景不一樣就會不一樣 好這樣稍微懂得沒有 好 那落在豪圖裡的 重點在這裡喔 落在豪圖 我們一起來進來 落在豪圖裡的就是能聽得到 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 並且忍耐著結實 重點是它是慢慢掌聲 不是你今天聽得到 哇你就 就這個大有能力 然後你的就是 所到事出境都順利 而是要等它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成長 要發芽 要定根 然後要長枝幹 要長葉子 然後要開花結果 我們後面這段經驗沒有練 我們來練一下 沒有人臉燈用器皿蓋上 或是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燈台上叫進來的人 看見亮光 所以如果你以神話語的侍奉 你講出來要不要人家聽得懂 當然你要它聽得懂 所以你要想辦法 對兒童主學 你要用兒童主學的言語 你不是故意講讓他聽不懂 你就這樣念過去用很多的聲字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個殺種的人很重要 是要這裡面十五節嘛 講到殺種 十六節說 沒有人是故意要讓他看不懂的 不過你先了解這個 你等一下的問題就比較拿得出來 因為隱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 隱瞞的沒有不露出來 你也知道 有些人都說 你犯罪喔 你做什麼 然後我跟老公說 你怎樣啊 我都知道喔 比較有人家都知道喔 這個 有時候啊 我們拿這個經文 這個叫慌張舉例 其實這裡隱藏的事就是 當時候是用比喻 可是比喻你聽不懂你要問啊 昨天晚上講到完 然後有些人聽不到 聽不到 聽不到也沒有人問啊 沒有人問就是你的 就是真適合現代這樣 牧師已經講了全備的道 雖然你聽不到 但是你也沒有問 你覺得這樣OK的 有些人就會問喔 欸牧師 你在這講什麼啊 重點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好 所以呢 這第十八節 還是繼續講到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我們一起來念來 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整天聽 因為凡有的還要嫁給他 凡沒有的 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過去 你自以為聽到誰 如果沒有也要過去 凡有的還要嫁給他 我們一起來答好 天父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有耳有聽 求你讓我們喜愛你的話語 勝過喜愛敬禮 可慕你的話語 你的話語是生命的良 那我可以把他吃進去 耶穌你就是生命的良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活出 祝你的生命來 求你來成全 求你來幫助 包括靠去耶穌基督生命 今天我們的背誦經文說 正律法術不可離開你的口中 要重要思想 我們對於神的話語 如果你要讓神的話語 大有能力的在你生命中寫出來 第一個你要怎樣 要念出來 你參加如今計畫 你不會用碳的 而且用速度 為了感進度 那個得到的果效是什麼 三百塊的意思才決定 因為你有得到感到進度 可是你如果念出來 念要經過 你會不會聽到 念還要經過眼睛 經過嘴巴 經過耳朵 你就把神的道 在你三個感官部分 然後呢 還要奏業思想 還要重進去 在你的心思 在你的意念 奏業的思想 然後還要行出來 謹守遵行 結果就是 你的道路可以衡從 凡事順利 這是神的應付 神話語的事頗要這樣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 可能有些人聽進去好懂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停在第三部分 擠住了 遇到困難來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上次有想到 我們那附近有搶劫 那有一個人 男生搶那個女生的包包 然後就跑過來 然後他就向我這邊跑過來 然後他就連著 然後他就連著 然後他看到我在前面就認住了 然後結果轉回去 然後還跟那個女生鬥一下 那女生又沒拉到 然後他就轉過來跑 我以為是情侶 哇那個賊真的很厲害 他故意製造這種情侶打情罵俏這樣 然後就跑過來 可是那個女生 就 啊 啊 他如果說搶劫 我搶到 我會不會抓他 我會抓他 因為他朝我走過來 他朝我跑過來 我只要隨便 手伸出來就可以把他扮到 可是那個女生一直沒有喊 他到緊張的時候 很多人是這樣對不對 這次這個捷運上的事情 又不會這樣 喊不出來啊 有時候我們如果沒有平常當中的練習 你真的是行不出來 所以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就如何 你如果每天讀神的話語 念書三喻言 其實念 念就有福了 這個念這雙喻言 和那些聽見又遵守 其中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 哪個有福 念的有福 聽見的有福 遵守的有福 各有各的福 因為是使勁的 如果我們曉得神的話語 那麼可貴 我們怎麼可以不要呢 好 有沒有聽說差不多先生 胡適寫了一點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先生什麼東西要差不多就好 他們太太告訴他去買黑糖 他去拿那包紅糖回來 他說我沒這樣買黑糖 我要做的是黑糖萬塊 你為什麼買紅糖 啊黑糖那紅糖不是差不多 然後他說 這個人這個 要點他錢 點他一千塊 他只能點他 他千 千是這樣 這樣對不對 千 然後他看成十 就算就收了十塊回來 明明就要拿千 他就看了十 他就差一點而已 差不多就好了 然後有一天呢 他到這個 和瑞哥英科去說 欸我要買醬油 那個小姐說 你這裡沒有賣醬油 那我買番茄醬 我們也沒有賣番茄醬 那你這裡 到底賣什麼 我們這裡是 和瑞哥英科 他說什麼 你這不是阿端哥醬油嗎 這個 都差不多對不對 差不多就好 有些差不多先生 讀聖經也是這樣 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把神的話語 要做差不多 差不多 你用什麼良氣良給的 就用什麼良氣良給的 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 同樣出現在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這是馬可福音的部分 耶穌講的 理喻又說 你們所聽的 要留心聽啊 因為你們用什麼良氣良給的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給你們 並且要撥給你們 講的是什麼 去聽 良氣的問題也是一樣 是你聽神的話 我們說慶祭啦 慶祭聽聽聽就好了 我師父說慶祭聽聽 如果你這樣子 那你就慶祭聽聽 和瑞哥英哥 變成阿端哥醬油 你要得到的 就是不一樣 好 所以呢 剛才講的也很重要 這個只不叫 試試過 所以我們要照著 人所能夠聽的來講 很多人去聽的時候 耶穌就用比喻 然後人徒不懂就要問啦 說這比喻什麼意思 說你們等一下不懂就可以問吧 他說神頭的奧密子 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明 好問題來了 到底是不是故意要讓人家聽不懂 你覺得這段經文是 要讓人家聽不懂 舉手囉 不是要讓人家聽不懂的 舉手囉 可是明明就是講 他只要人家聽啊 不要人家懂啊 有沒有 你看三關經文 馬太國音也是這樣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說 是因為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而且是在他們身上 硬的先知以賽亞說 是為了要硬念聖經嘛 所以他故意講 比喻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成 有沒有 好 再舉手一次 覺得要聽不懂的 舉手 要讓人家聽懂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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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一下 到底是要懂還是不懂 其實是因為 這百姓有蒙的心啊 他知道這個百姓的狀態 是現在在哪一個階層的土 所以有蒙的心 耳朵發神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所以就閉著眼睛 他們怕自己心裡明白過來 就得到疑似 是因為這些人的狀態 內心對於真道的狀態 他的良氣是這樣子的良人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到底懂不懂 好 好 我講一個 有一天啊 這個 有人打電話 到教會 他要找某位 同工 然後就說 欸某人啊 你在 某人剛好在那個化妝室裡面 說欸某 這個有人打電話找你 你要不要接啊 他說 啊我現在在方便啦 我不方便接啦 喔好 一次那個同工就說 欸對不起喔 他現在在方便 他不方便接電話 啊等他方便的時候啊 就回你的電話 啊對方說 蛤 那他到底是方便還是不方便 那同工也很容易 欸欸我再說一次 他現在在方便 啊所以不方便接電話 等他方便完了 方便就給你回電話 到底方便還是不方便 蛤 那現在方便還是不方便 他現在在方便啊 但是不方便接電話 這個方便兩個字啊 因地置義 知道嗎 因為場所在廁所 所以你一聽就知道方便是什麼 自己知道最方便 因為這個場地是廁所啊 所以當他說我在方便的時候 你知道在做什麼嗎 不知道的舉手 知道的舉手 都知道 不知道去問知道的 因為這個場地的因地置義 所以在每一個歷史的階段裡面 神啟示他的道 對於這或者是場景 神的話語總是適當的給予這些人 最適當的教導 所以他看到很多人的時候 他就教導他們 所以 他到底要不要有人導 要 他希望所有人 沉淪 不願意忍得救 可是呢 有些人 你不讓他懂的 他越想要懂 他就去問 他不告訴你 拜託了 告訴我 不告訴你 拜託了 你會 你現在人就反叛心很重 你越不讓他知道 他越想知道 你明明很好的東西給他 他也不要 他當作不好 你越要給他 他越覺得不好 你是不是有什麼 所以聖經上有一句話說 不要把聖物給誰 給我 不要把珍珠丟在什麼 租錢 也就是 告訴你這個講道的人 你要去注意到 有時候我們傳福 你真的把福整的道 當作太清賤了 拜託了 我退下來求你 你信耶穌吧 他越害怕 你到底有什麼欺負心啊 你到底要賺我多少 有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曉得 耶穌他 用許多這樣的比喻 比喻 重點來了 一幾兩年來 照他們所能聽的 對他們來講道 這剛剛在馬可福音 這段經文裡面 是要告訴他們說 耶穌 你要學耶穌嗎 你用許多的比喻 牧師講了很多的例子 或者笑話 是要你們懂還是不懂 懂 感謝主 有人告訴我 牧師你講那麼多例子 都把人倒向那個例子 都沒有講到重點 人家都只記得笑話 只記得那個故事 都不知道你的中心 信息是什麼 所以這個 現在我們應該要學習 講到四可而止就好 好 耶穌他自己也說 我還有好些話要告訴你 可是你們現在不能夠領會 不懂 我說現在 告訴你天國的事 如果你對於那個 清朝時期 都還沒有電視 對不對 你拿出你的手機 他懂嗎 你幫他 影音錄影下來 他會不會嚇到 不會 他真的會嚇到 因為 因地治理的問題 所以 幾次呢 神國的奧利 只叫你們懂 不是因為不願意讓大家知道 神願意 真的願意 一個都不要沉淪 可是呢 他必須 他的啟示是漸進式的 他說只等真理的聖靈來 你們就能夠懂了 好 第二點 我們要注意到的是 抵擋魔鬼 誤要抵擋魔鬼 他說 有的道 一撒出去 就會被魔鬼吃了 這個土地 就在你的裡面 你可能覺得 這一段我喜歡聽 那一段我不喜歡聽 可是你 你很喜歡聽的 當然會發芽成長 可是你不喜歡聽的 可能這是你的缺乏 或者你不在意的事 或者你生命中 可以成長的那個 更大的範疇 可以擴張的境界 所以你如果不喜歡聽的人 或者以前讀聖經 為什麼聖經要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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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讀 因為你每一遍都有新的瘦 所以今天這篇信息也是一樣 在我再重新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從不同的角度 因為我跟神祷告 我要讀聖經都說 神啊你幫助我 讓我這次讀 有新的看見 然後我每一次就有新的看見 我每一次就能夠 同樣的一段經文 所以我們 我再複習一下 對於聖經的領受 你要看 你要先聽完 然後要看 然後要讀出來 然後你要心思意念 然後再來你要研究 你要去 我就找出了三段 相關經文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杜嘉福音 那三段都有 然後做年輕的工作 如果我們想要更多的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我們要看眾神的話 好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拜子 有人撒拜子 在睡覺的時候 醜疑來了 這個醜疑就是魔鬼 把拜子撒在麥子裡 拜子長得和麥子以模一樣 可是他不會解止力 你分不出來 都很像 有些人不信主 是因為被基督徒傷害 他說你怎麼知道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教徒 他有代表聖經 並不是基督徒 所謂的基督徒是教法基督 基督教徒是只有外在的形式 他有信耶穌 有洗禮 可是呢 他的心沒有打開 那雖然洗禮 他並不懂得真道的貿易 所以呢 他沒有把那個神的道吃進去 耶穌說 他就是 他的肉是可以吃的 有沒有 我們在守聖餐的時候 就你要洗禮碗 可以守聖餐啊 我們這個禮拜 查經 上個禮拜查經的時候 爬到出埃及記 這個玉月節的高涼 全家預備一吃 然後呢 在出埃及第十二章第九節 你如果有聖經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沒有 那是你就缺乏 第九節說 不可生吃 不可吃生的 你就問說 啊為什麼 啊 那我很懂 可是這樣 下面這段 都不懂了 說斷不可吃水煮的 啊 用水煮的也很好吃啊 要戴著頭 腿 腿 五臟 用火烤的吃 啊 不能吃水煮的 一定要吃烤的 可是烤的啊 你常常吃烤的東西 會是癌耶 有人的問題是看到表面 有沒有 然後 而且 這裡不只是吃 他的肉喔 還有內臟耶 內臟感部署不會很高嗎 有些人對神話語 就是 停留在吃喝 他一看到 喔 烤羊排喔 喔 這個 還有內臟 不會有點噁心嗎 有些人讀聖經是讀這樣 但有些人就能夠曉得 喔原來 是整拳的意思 從頭腿到內臟 是指整拳 而且為什麼用好的 是繁祭 是獻善為祭 當主耶穌基督為你 為我 所有的人 付出輸假 他讓你把這個肉吃進去 而且不只是這個肉 還有內臟 有些人不敢吃內臟的女主 不敢吃內臟 很多人不敢吃內臟喔 好 情況下 嚴經就像跟吃內臟 你要進入他的結構 你要開始明白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喔好難喔 知道嗎 真的 我以前沒注意到這段經文 所以我們在查聽的時候 這個慕姐弟兄還不錯 他就說 欸 還要沒有骨髒耶 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 要吃骨髒 原來是這隻 悅姐的導演是怎麼吃的 我們常常只是提毛 有些人是要拿羊血 塗在門光門櫃 躲避那個災難的人 他並沒有吃 因為他不敢吃羊肉 有些人說 那我不敢吃羊肉 怎麼辦 這次聖經的話 是預言 是只要抓住正義 而不是只有表面上 好 所以我們希望 你們都懂 我們如果有一些 對解經上面誤解 有些人故意誤解 就自取成輪 他說有落在豪土的 所以耶穌最後大聲的說 由而可靈就應當聽 你知道這個 由而可靈就應當聽 出現在 路加福林 你有沒有聖經 可以翻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路加福林第八章 有聖經嗎 路加福林第八章 路加福林第八章 其實在說趕滾 你知道嗎 那耶穌周遊各寺各鄉的時候 第一節 然後第二節說 還有被惡鬼所附 被疾病 被疾病所累 有沒有 還有其中一個莫達拉的馬利亞 他被鬼 有幾隻鬼在他身上 七個鬼 哎呦 你可能明明 被疾病 這還不是最厲害的 你如果看到 後面 德拉森 德拉森 那個地方 有一個被鬼附的 那個 那個鬼叫做什麼 群內 正群內 總共有幾隻 兩千隻耶 如果看相關新聞 你就知道 哦 一個人可以被 那麼多的鬼附住耶 今天我們社會上 發生了一些慘案 讓大家恐懼 我們都以為 一日 這個是一日之汗嗎 不是耶 冰凍三尺 絕非一日之汗 他從小就心裡面 懷著惡念 但是那個鬼 一隻一隻的住進去 一隻一隻一隻進去 他開始分析技術 你知道魔鬼會進入人的意念 當我看見這次的新聞 我就自己覺得蠻自相慚愧的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這個念 因為分析技術 所以比如說好 今天是20幾號 25號我就在那邊算 第25個人過去就倒楣了 有時候的人會這樣子 因為覺得自己愛不夠 沒有人愛他 所以他覺得 我要鍛鍊身體 他讀軍校鍛鍊身體 然後呢 他還做個計畫 他還用電動玩具 模擬使勁 他是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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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鬼 一直進來 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這社會上怎麼這麼亂啊 那是跟你沒有責任嗎 外交醫生說 你把他的腦部裡面 原來這些包力飯 他的腦前額液 他切掉就好 可是又不是這樣 他們去研究頭腦 原來發現不太一樣 可是呢 其實人的DNA裡面 不管是有人說 癌症 因為我的DNA裡面有癌細胞 其實他有一個 turn out turn off 可以開關的 像上三個禮拜 我們有一位醫生說 牧師爐這個去檢查 剛剛有兩公分的種類 師父 我就有關 我說那你怎樣 我很害怕啊 我說那你害怕怎樣 為什麼 我說 他說我不要那麼快死啊 我有家庭 我說啊 上帝都要留你生命 你的生命有為主做什麼嗎 有為人老套嗎 有穿護衣嗎 我有奉獻 你有讀金嗎 沒有耶 這次讀金機會也不用參加 如果你沒有把神的話 有一次進去啊 去替換掉那些不好的 如果沒有把光照進來啊 去感觸那黑暗 那肯定就害怕了 這個弟兄啊 他說 好 我要開始護身 牧師你替我禱告 然後我們就 跟他禱他禱告 一群人 為他禱告 說 因為我們這位曾經那個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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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類對不對 那是腸子嘛 所以 整個長到肝對不對 後來就 幾天 隔天就不見了喔 神能夠這樣讓他不見了喔 然後呢 那我是人耶 因為神比較喜歡狗 不喜歡人 神怎麼會不喜歡人呢 我們常常發現還是要就很害怕 然後就怎樣 砍他對不對 最近也會廣告說 就殺他 對吧 然後呢 燒他 電苗 然後呢 毒他 化療 就是想辦法幹掉他 不要和他和平共同 那其實他怎麼長起來 他會怎麼不見 可是這個消息不能走路 知道嗎 因為GDP的成長 這個佔了一大塊 很多醫院開那麼大 所以我大家都用寫信心的工具 那醫院就 醫生有業績壓力 你知道嗎 有些醫生告訴我 說某一個地方 那個村座村子 通通沒有蟒場 去就是 都不只痛就是 貼蟒場 開掃碼 可以贏到那個 然後呢 如果再痛就熱不了 女生呢 都沒有指光 哇 這是什麼世代 以前為導向的世代 就美國啊 他的那個癌症的 醫療的 這些相關產品 一年六千億美金 最近有一個人發了一個 見證 他說他是個外科醫生 常常是在幫人家砍掉 砍掉 他後來發現他有那個直腸癌 你們有沒有說到那個短訊嗎 他 沒有 沒有 好想一下如果在小店裡 他說 當他發現他已經長得像蘋果那麼大 他自己是個醫生喔 後來他開始左思右想說 和平共處吧 然後他 他就是每天練一個簡單動作 就摔手 就這樣甩手 就這樣甩手 他說他每天就這樣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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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醫生都抱歉他 你要死比較快 為什麼不一直 他說我不用 我覺得我 以前我當醫生都沒有在運動 他要開始運動 注意我的飲食 注意 就是這樣就好 那個愉快的心情 然後沒想到醫生 其他的醫生都說 他快就拜拜了 可是呢 他呢 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他還在甩手 而且那個西裝 那個愛西裝 嗯 小到非常小 因為上帝他造我們 我們是個靈光 所以必須要有神住在你裡面 如果沒有呢 就會有七個惡鬼 更重的住進來 如果拉扫乾淨的裡面 沒有真理 沒有把神的化 耶穌的肉吃進來 成為你生命的兩份 那很危險 好所以其實 你看這個 路加文第八章 有發現幾個 他都說 這是有一個平靜風浪 有沒有 如果你看到那個二十五節的部分 還有一個叫做平靜風浪 好 我看看往上一遍 好 這裡 他有一句話一直出現 就是 凡而可聽的 就贏難聽 而且連 二十五節說 連風和水都聽從他 最後還有一個 連什麼 連已經有一個十二歲的 這個獨生女死掉了 還是因為耶穌的話 在死的王也聽從他 犯了十二年 血肉的婦人 也盡力了 你知道神的話語 多有能力嗎 可是我們都不相信 我們信主很多 我們常常看外在的環境 比較重要 我們很擔心害怕 醫生要告訴你 你怎樣 哇 你就十一半 今天聽過這訊息的 不要一聽到什麼 不要常常沒事 常常去一直身體檢查 知道嗎 以為自己怎麼 你只要 屬於上帝 為你設計的 正常的生活 要盡錢 反正都有功效 就是連風和浪 都聽耶穌的 你怎麼可以不聽呢 好不好 跟旁邊的人講一下 你自己摸一下 你有沒有耳朵 有耳可聽的 就應該聽 有吧 好 跟旁邊的人也說一下 你有耳朵 我會看到 你應該聽 你應該聽 好不好 神的話語非常好 各位 我需要我們神 風和浪也聽 鬼也聽 疾病也聽 甚至死亡也聽 你怎麼不聽呢 這個小朋友 他是在 那個 美國 他是十歲的小朋友 在門口館的時候 在亞歷蘭島 亞特蘭島 的地方 被綁架 在他家人口被綁架 哇 怎麼知道 這是這個新聞 上個月 但是呢 他被綁架的時候 他就一直很緊張很害怕 那結果他就唱詩歌 他唱 我要唱美主 我無論在哪裡都要唱美主 主師配的 唱美的 無論神任的情況 我要唱美主 他就一直唱 一直唱一直唱 一直唱一唱 唱了三小時 他的百度很煩 然後把他扔掉 然後把他扔掉 他獲救了 但是回來在採訪的時候 他掉水 也被說 我真的很怕 可是呢 還好耶 他有會唱一首歌 從頭三大尾還可以唱三小時 你會唱一首歌的地方 另外四個完整的 可以唱三小時的地方 可以唱三小時嗎 這平常啊 平常不用工啊 到時候用不出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次捷運的事情 最後所有的人 退到地 又剩下一個 有一個阿扁 拿著一個雨傘 然後他們一起說什麼 走開 有沒有 這是赤者的 赤者二者走開 你知道他是基督徒嗎 因為他是基督徒 平常如果沒有這種 內化的生命 沒有把耶穌的肉生進來 沒有耶穌的寶血 如果你沒有耶穌的生命 你怎麼在遇到 患難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他不肯就不知道怎麼辦 只有恐懼 只有被魔鬼 更驚嚇而已啊 你喊都喊不出來耶 如果你沒有那種 基督徒的生命 照進內化在你裡面 你常常寬難感 你承載不住 稍微 醫生告訴你怎樣 你就憂愁滿面啊 你就死一半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上帝 上次我都說我耳熔了嗎 然後我一直不去看醫生 然後師父都說不行啊 你要去看我 然後我說恩也好 反正萬師父鄉下 我去看哪一張這個殘障證明 然後可以怎麼都等到 給你拿這裡停車啊 結果我就看師母去看 因為我很相信上帝會醫治 所以我就去啊 醫生說 你檢查啊 你到裡面啊 更精密的一劑 更大開再檢一下 檢完之後他說你坐下來 你坐下來 我再告訴你 我說不要嘛 我再坐下來 他怕我暈倒 我說我怎麼了 他說 都會濃掉 我說那會不會好 跟三分之一 喔三分之一那麼多 那一定是我啊 他說十分之一我也會說是我 他如果說百分之一我也知道 那一定是我 他醫生說要不要開藥品 他說不要啦 記得三分之一吃什麼藥 然後他以為我瘋掉了 然後他就問師父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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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牧師啦 他比較閃略 喔喔喔喔 然後我就回來了 你們過去活生見證嗎 兒童內 完全聽不見 結果我還是照常我的事故 有一天在醫院去探訪的時候 剛好有另外一個牧師知道這個消息 打電話來罵我 你為什麼不去治療 這樣那個房間治療時間 是前面幾個月 你拖你拖 我早就拖過這時間 那你為什麼不去治療 你不要一跳上去 你走得太靈能的喔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啊 誰誰誰也是這樣子 我說喔真的啊不好意思啊 突然間想到 我應該怎麼停止到他嗎 後來我真的想到了 因為這個耳朵濃掉了 我不是耳朵在講電話 哈利亞 感謝主啊 相信他是要為 知道我們的上帝 聖經上說 你若堅定依靠他 他就保守你幾分的平安 十分的平安 十分的平安 如果你九分的依靠他 他保守了幾分 九分半 如果你一分的依靠他 他保守了多少 一分半 一分半 他總會多給你嘛 他的那個錢的 他還會 除了兩給你 他會多給你嘛 如果我們平常沒有講毒 平常沒有練詩歌 平常沒有栽種 省得到 沒有慢慢講出來 你遇到你只有哭 你只有暈倒 你只有嚇死 神經說犯罪的是處魔鬼的 可是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我們一起來練 這裡就好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會要除滅魔鬼的錯 我希望我們曉得 連一點地步都不要讓魔鬼有機可 對著 否則啊 你在那個風浪來臨的時候 甚至說要把房子蓋在沙谷上 隨便蓋一蓋 還是要蓋在堅硬的凡石上 凡石上 在凡石上比較困難 因為那個地很硬很難挖 甚至說這個剛才講過了 烏龜離的人生 他會去找七個更熱的來 如果你只有打掃乾淨 或有洗禮的打掃乾淨 像是你遇到的困難 你可能比較在生活 可是裡面 如果有主住在裡面 那你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好 看時間到了 好 最後開快一點 開一點快車 不要結出生命的涼 這個東海大學這次發了一通信 我覺得蠻感動的 當你選擇讓東海大學 有發生這件事情 他跟東海校的信說 那天又會收到檢訊 因為那東海人 你看 都是你們東海人 哇 所有的東海人都被打下去了 那個 那個 又會也蠻不客氣的 你看 那是些通勇 就叫過來 我不要說是誰才 應該猜不出來吧 好 東海大學的校友 他們都收到這模式說 正結是我們的家人 但是呢 如果發生在別的學校 可能就是有忙著鐵琴關係 忙著職責 但是神的學校 以基督之名所立的學校 要做和平之主 在憎恨之處 剝下神的愛 如果我們沒有曉得 神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神而以顯明是要 除滅魔鬼的作為 所以神祂的兒子來的是要 赦免人的罪 叫人因祂而得救 這個才是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那個麥子死的 就結出很多飽滿的子弟來 你要結出的是生命的糧 耶穌說我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要效法我的樣子 所以叫人活著的是靈 他所說的肉就是死神的話 知道嗎 不要說我現在去哪裡咬耶穌一口 還是停留在口腹的那個觀念裡頭 你現在要吃的就是主的話 這裡主的肉就是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他說人活著乃是靈肉體無異啊 所以我對你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當我們所聖誕的時候 耶穌說 這杯是用我寫所立的新約 還有這個聖品是我的生意對不對 你們每逢吃喝的時候要怎樣 一起唸 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如果我們曉得效法基督 基督他怎麼做呢 他要高高在上嗎 不是耶 他出生在馬巢裡面 他有選擇了那個瘋瘋瘋瘋瘋的神奇奇事的方式嗎 沒有 當他這麼起的時候 甚至趕出那地方的烏滾 那一個村莊人叫他趕快走開 他們並不是看到這個得救 但是聽到這個得救 他們還是要有真實的生命活出來 有一天天堂的門口 你的站在那裡說 排隊排那麼久 我現在給你們一些願望 你們想要什麼願望呢 就是你們 但是實現於你們現在在迷流 身體在迷流的狀態 靈魂在排隊準備進天堂 那現在給你們一個願望 你們希望聽到別人對你怎麼說 一個就說 我是醫生 我希望聽到我現在旁邊的人告訴我說 哇 他是一個最棒的醫生 救了好多人 哇 好棒 然後第二說 我是一個神學的教授 我希望聽到人家說 他敲打了很多奇妙的真理 哇 真的是一代重師啊 哇 好棒 第三個說 我是大教會的牧師 哇 哇 真的 我是 我希望聽到我們會有說 我是一代的名物 哇 好棒 可是第四個 他就 我聽了以後我覺得很慚愧 我現在 我希望我聽到我旁邊的人說 欸 他會到尾他還活著 我希望回去 他不敢進天堂 如果這個社會讓我們 我們除了要追求左右 可是如果你是站在比較的一場 常常讓旁邊的人覺得不配 我告訴你 聖人不死 大到最不止 如果你看不到你身邊的人 你和他們是一種共同的關係 如果你不曉得 暴力犯 他被抓到一個和平村裡面 一段時間 他竟然成為你別人都要謙卑的人 這是做過試驗的 有機會再告訴你 有影片 如果你不曉得以為只是 熱掉 砍掉 燒他 毒他 就可以除掉這些惡的故事了 要有愛 因為愛能遮掩一切的過敗 如果我們效法基督 最重要不是你念聖經 你要吃聖經 不是你聽 不是你去醒 最重要是你要去活出來 就是以聖教來代替你的原教 因為別人看到的 就歸容要給神 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說的 他有四種狀態 只有四分之一的機會 結束好處 但是你如果看到的 這個人就記住了 重要是要讓我們曉得 這個是使人全備 而且是全備 而且使人自由的預保 不是聽了就忘 而是行出來 就在所行的事上 並且唸最後四個字 力量得福 我們一起來倒好 主你幫助我們眾人 和我們一起明白你的話語 主啊你的話語 可以撒在你的心中 請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結束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祷告告出耶穌基督聖明 Amen 今天我們吉利 我們來唱唱吧 謝謝 謝謝 祢 为一体拥有同学 万有主在万无人缘 阿们 请我们依然在第一口里收出道 愿是平安的神 今日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魂与生死得我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招你们的是信使的 他必成就这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填付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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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莫达地位 最后彼此这样子 请坐莫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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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莫达地位